並截止登記發言 謝謝主席 這次的功夫法的修正案 我想對於違章的這些工廠 然後進行相關的管理辦法 它有了一個比較有制度性的規範 這個也是長期台灣在過去經濟發展 面對土地永續平衡的一個狀態底下 我們必須今天要做出一個決定 當然今天做出這樣的一個修法的三讀 它並不是完美 其實有許多的部分 其實我們感到非常的可惜 包括在過去這段時間 許多環團的建議 包括希望在行政院層級的部分 能夠兼具土地永續發展 還有經濟發展的部分 設立一個上位跨黨派的協調 並且做一個全面性的相關性的規範 很可惜的並沒有納入 另外就是在關於公益訴訟的部分 也是這個環團長期要求 然後並且希望可以來去做的 那這部分沒有被納入 我們也覺得是非常的一個可惜 那對於這樣的一個做法裡面 將來在設定這個20年的落日的一個過程裡面 我們是不是有能夠有效的執行 那端看政府端的一個執行力 那也希望在這個過去 台灣在經濟發展的時候 由於過度的在集中 在這個都市 然後還有在各個這個城鄉部分 沒有辦法做一個永續規劃的時候 希望這樣的一個修法 可以帶來一個新的跡象 那也對於 將來要接受規範 或是接受輔導的這些工廠 可以面對這樣的一個修法裡面 接著請柯成坊委員 柯委員不在 接著請林毅華委員